我還要再走一個小時對不對 差不多 好謝謝我不要了 哈哈哈哈 因為那個午後都會下雨啦 那現在快12點了 差不多了齁 可能會下雨 但是齁 這幾天的雨齁 大概下也不會下很很很久啦 有時候會很大大雷雨 你們如果遇到大雷雨 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不要再往前了 大概有時候大概最多半個小時 就大概就雨似就會上晚了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水山療育步道 你們如果說沒有來過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去那邊走一下 你們是不是今天第幾天 我們走完待會就下山了 等一下就要下山了嘛 所以看你們的時間這樣子 你們如果要去神木 我沒有喔 沒有的話就沒有 其實這邊齁 你從這邊到哪裡大概都一個小時啦 那找平工也不用齁 找平工也不用啊 那兩下就到了嗎 找平工也上去大概15分鐘 10到15分鐘 只是說你去找平工也 看你要做什麼啊 因為那邊就是一個公園 那你說的是什麼 我那邊的話 就是一個叫做療育步道 一個一個就是 那邊有一個 就是這個 最大顆的 目前是游泳區最大顆的神木 那這邊也是很平緩 這邊齁 就是大概只有1.3公里而已 你如果 你們覺得 OK的話 那一回其實 快的話半個小時而已 喔 因為是平的嘛 但是如果平 通常大概都抓一個小時啦 瞭解 拍拍照啊什麼的啦 這邊也拍拍照啦 所以我們現在人是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這邊 往右邊 對 那你們如果要快的話 你們可以從這個水域地那邊上去 對 然後當然小心一點 那邊有時候車子會走 你們就往靠邊 然後你走走走 會看到一個就是那個 叫做景光山莊 反正一個停車場 一個房子 那邊就是路口了 右邊就是路口了 所以大概是在 大概是這邊的 這邊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邊啦 等一下這一條 就是這一個 大馬路 然後切過來 然後看到景光山莊 在這邊 然後就會有療癒步道 對 你這個鐵道 你就順著鐵道走進去 鐵道可以走 可以 它這個 它沒有開的 它像那個特步也一樣的 喔 好 馬上走 對對對 趁那個啦 趕快 還沒下雨之前 你們喔 如果 稍微有滴到 剛才有到 滴到一點點雨的啦 你們如果說雨 稍微 稍微再大一點點 還是沒有很大的話 可能就要開始 加快速度了 通常喔 雨滴下來 大概 半個小時 雨就會下來了 好 是啊 那我們趕路去 稍微 你們從這邊上去 我們趕快走囉 謝謝 不會不會 謝謝你 不會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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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